纸杯戚风蛋糕是一款非常有特色的西式小蛋糕 其娇小诱人的颜值和便捷的特征深受大家喜欢 三个鸡蛋将其蛋黄蛋白分离 大壳的鸡蛋45克一个 蛋黄中加入10克糖粉或白糖 25克牛奶 25克一米油 用蛋抽搅散搅匀 搅滋乳化看不见油腥即可 筛入40克低粉 用蛋抽化接测的方式搅拌至顺滑 5颗粒的状态即可 接下来打发蛋白 滴几滴白醋或柠檬汁七星 蛋白在冰箱冷冻10分钟 更容易打发 30克白糖分3次加入蛋白中 最后一次加糖再加上10克1米淀粉 更有利于蛋白霜的稳定 打发至提及打蛋器带有弯钩的实心法泡即可 太干的话容易开裂 先将蛋白霜分一部分到蛋黄糊里 用切瓣的手法操作以防消泡 切瓣至颜色一致 再倒回蛋白霜中继续快速切瓣均匀 拌好的蛋白霜轻盈细腻 为了更方便操作 咱们将它倒入裱花袋中 挤在纸背里 装七八分满即可 全部装满后 再震出里面的气泡 这样才不会开裂塌陷 烤箱体现易热 放中层先110度烤20分钟 再转140度烤10分钟即可 烤箱温度仅供参考 但一定得低温烘烤才不至于开裂 刚出炉的蛋糕震出里面的热气 咱们撕开一个看看 这样做出来的纸背蛋糕组织特别细腻 而且不回缩不塌陷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裱花后再品尝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 拜拜 拜拜